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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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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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蛮大的提醒 有的人一生当中已经习惯的 这种的忙忙碌碌 忽然间有的时候叫他放下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放下 他不习惯的 那是好还是不好呢 可能我们可以有正反两反的 不同的说法 但是当耶和华上帝 他要使他的子民 从那为奴之地出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习惯被奴役了 他们习惯那种的生活模式 以至于他们的观念当中 他们认为若是他们不劳动 他们并没有办法得到 生命的这种的 怎么讲 存活下去的一种的原因 或者理由 或者是支持 所以他们的观念当中 可能有一点偏差的就是 他们之所以能够继续的生存 是因为他每天必须劳动 他劳动之后 他能够换取这个食物等等的 而在那个时候一不小心 他们就忘记得要信靠上帝 但是耶和华上帝带领他们 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 我们也晓得这个历史背景 他们开始出来 没有多久 他们所带出来的食物都不够了 然后他们开始抱怨 耶和华上帝就提供食物给他们 甚至还吩咐他们 他们要改变 因为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 他们曾经做错过 西乃山脚下的时候做错过 所以以至于耶和华上帝 他再次颁布十条诫命给他们 特别强调第四条 安息天的诫命 告诉他们 你们要休息 休息对一个奴隶而言 这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 非常奢侈的事情 能够休息 但是耶和华上帝 所爱的子民告诉他 从创世的时候 为人所设立的 这个休息 他们必须要重新的学习 当我们晓得 耶和华上帝一直照顾着他们 可是后来 他们还是 还是没有办法忘记他们 过去为奴 的时候的日子 以至于 他们就发出了怨言 我们一起来看看 民宿记第十一章 这里说的百姓 他们就发怨言了 他们就发怨言了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段 一段事迹 我们可不可以请 立伦带我们重新复习一下 这一段 然后做出一些您的分享 好 我们翻开圣经在 民宿记的十一章 我们看一到十五节 民宿记的十一章 一到十五节 这里说 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语 达到耶和华的耳中 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 石火在他们中间焚烧 只烧到赢的边界 百姓向摩西哀求 摩西祈求耶和华 火就熄了 那地方便叫做塔贝拉 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 大起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哭号说 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 不花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 西瓜 韭菜 葱 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 除这玛拿以外 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第七节 这玛拿仿佛圆衰子 又好像珍珠 百姓周围行走 把玛拿收起来 或用摩推 或用救导 煮在锅中 又做成饼 滋味好像心油 夜间露水降在营中 玛拿也随着降下 第十节 摩西听见百姓 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 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 摩西就不喜悦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为何苦待仆人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 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 加在我身上呢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 抱吃奶的孩子 只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 祖宗的地区 第十三节 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 他们都向我哭号说 你给我们肉吃吧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 我独自担担不起 你这样待我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历时将我杀了 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那在这段 这几段经文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 以色列其实在前一次 的怨言的时候 上帝本来要毁灭他们 要杀灭他们 但是呢 百姓呢 非常的恐慌 就请摩西求告耶和华说 为他们祈求 所以呢火就熄灭了 但是不久之后呢 这些人的犯罪 却变本加厉了 上帝前一次的这个刑罚 并没有使这些人 自卑悔改 反而呢是怨言更多 百姓就发怨言说 这个食物的事情 然后呢 他们很快就忘记 上帝在过去的这个带领 然后呢 忘记他们所得到的这个祝福 他们抱怨说 他们现在抱怨说 他们的食物不好吃 然后没有肉可以吃 没有像埃及 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那样子的 可以吃到的食物一样 那他们就对他们 所有的食物表示不满 但是如果我们 看到这几段 我们看到过去 上帝的带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上帝其实为他们 预备的这个食物啊 是适合他们所需要的 那虽然他们遭受了 过去遭受了种种的 这个困难啊 这些苦痛 但是呢 其实在这个当中 他们的抱怨虽然不断 但是呢 其实上帝在当中 并没有让他们 在这个食物当中缺乏 反而是非常健康 并没有衰弱的 所以当我们看见 这一段的时候 耶和华上赐给他们的 这些食物 如果以圣经来看 食物好像只有玛拿 就玛拿这个东西 当然啊 有讲说你玛拿 你可以烤着 你可以煮着 你可以不晓得 煎着 扎着 不晓得 怎么做这个东西 玛拿 他们抱怨 他们抱怨 这个 当我看了这一段的时候呢 一不小心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也会被试探 我会思想 如果是在那个 以色列的行列当中 会不会每天 我只有吃着玛拿 我到后来 我也会觉得不舒服 不抱怨 为什么 终于有这个 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了吗 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一不小心 可能我们今天看这段历史 还不满足我上帝给你吃东西 可是每天都吃这个东西 你试试看 你每天都吃这个东西 你试试看 但回头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知道我们 不管世界各地的人 他们都有不同的主食 有的人说我喜欢是面 面食 卖的 有的人说我喜欢是米的 米食的 那这个大概是两大宗吧 所以两大宗 那有的人 无论怎么样子 你有各种好吃的东西 可是他说 没有来碗饭 他就觉得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一碗饭 没这碗饭就不行 就是你有再多的黄瓜 西瓜等等的 有没有饭 没有饭觉得好像没有吃饱 那我不知道这个玛拿的 这个当时的定位在什么地方 可是我另外一个属灵的体会是 耶法上帝提醒我们 人活着不是蛋糕食物 就是他们的问题在这个地方 人活着不是蛋糕食物 可是他们呢 想念着他们的埃及 他们甚至说什么 不用钱买 当然不用钱买 那他们可能也没有货币 他们要劳力去换取 他们忘记了这一点 所以他们劳力去换取 所以他们想念了什么 想念的肉食 那耶和华上帝 当然也难过了 对不对 后来 这一段他们的抱怨 的确我是觉得 今天看来对我们来讲 一个属灵的提醒 但是后来耶和华上帝 也照着他们所要的 去回应他们之后 还有更严厉的事情发生了 可以周宇带我们继续的 学习下去 好 接下来记载在 《明书记》11章的 16到33节 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摩西感觉到自己 担当不了这样的一个众人 向上帝有一个祈求 所以说接下来上帝就告诉他 让他召聚70个人 这也是在以色列营当中 很有地位 很有一个身份的一些人 他们有一些营养力 上帝呼召他们 并且将圣灵赐给他们 他们受感 可以说一些 得到一些启示 并且当他们去抱怨 他们的饮食的时候 上帝也再次满足他们 并没有说不给他们 并且让他们吃饱 让他们说 他们不只吃一天两天 甚至可以吃一整个月的肉 所以说就将安存给他们 其实这是上帝不想要给他们的 因为上帝知道 什么样的食物对他们更好 他将马拿刺给他们 是对他们最有营养 也是对他们的健康最有帮助的 但是在这里面人们就会有一些怨言 当他们感觉到不满的时候 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怨言 因为人的本性是不知感谢上帝的恩典的 反而因为自己的不足和痛苦 就喜欢向上帝发怨言 他们忘记了是如何过的红海 他们忘记了埃及的死灾 他们没有降在身上 他们也忘记了埃及兵追赶的时候 有云柱和火柱对他们的保护 很多的恩典和神迹启示 他们都忘记了 但在这个时候 他们就继续发怨言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的能力他不是变少了 或者说不实行给他们 上帝有能力 一招手让他们可以吃肉吃一个月 这里面讲到说 他们每个人可以收 食赫美尔的肉 一赫美尔相当于当时一个驴子 能驮的重量 十赫美尔就相当于石头驴 驮来的食物 差不多两千多公升 这是一个很庞大 在你的帐篷的周围 挂了两千多公升的这个肉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场面 在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他们对于吃鸟 对于吃肉的时候的处理方式 是需要用盐将它们腌制的 但是在这里面并没有体现出这样的一个步骤 有可能他们 两百多万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得到那些盐 那么这些肉的话会很容易坏的 并且你可以想象 你有这些肉的同时 就会有相当相等量的内脏 骨头皮毛之类的这些东西 这是很污染的 例如一些自然灾害之后 很容易发生瘟疫 就是因为有一些动物啊 或者说人啊 之后就会产生一些 空气上的或者是水源上的污染 造成瘟疫 这是很严重的 有的一些学者认为 他们接下来造成他们的灾烊 击害他们 最后给他们起名叫 基伯罗哈塔瓦 这件事情就是因为瘟疫造成 所以说上帝希望他们 两百多万人是可以行走的 他们是一个群体 不是分散在一个城市 一个地区的 他们是聚集在一起 住着帐篷 我们后来可以看到 他们有规矩 住在那个安排 都是很有规矩 住在一起 他们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但是上帝希望他们是很健康的 而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上帝在这里面 虽然很知道这样做 但是还是体贴他们的肉体 给他们吃了这样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上帝是很体贴人的 很垂听人的需要 也给人类一些 这个肉体上的一个满足 这里面讲到说 如果有人记住自己的罪 和上帝慈爱的时候 他是不会发怨言的 因为这样他会有一个感恩的心 但是在这里面 这些人并没有想到上帝的恩典 而是去抱怨上帝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有了设立了七十个人 代替摩西 帮助他们解决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借着这样的事件 也回扬了他们的一个抱怨 这段故事让我一直觉得 有点遗憾 有点遗憾 当然刚才周瑜跟我分享的时候 觉得耶和华上帝 他还是顺着他们的心意 耶和华上帝 他说我的绑壁岂是缩短 不能够提供给你们 我当然提供给你们 可是我知道什么对你们是最好的 你们最需要的 但你们居然要次等的 那给你们吧 以至于什么 肉都从你们的鼻孔里都可以喷出来 这个我们觉得是很吓人的一种的场面 很吓人的一种的场面 我想请问一下满足 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人一不小心就会掉到了 往日昨日的那种的经验当中去 而忘了在当下实际上上帝对我们 其实有很多很美好的期待跟祝福的 为什么人比较容易想当年 然后觉得以前过得比较好 现在不好 有时一不小心人会这个样子 这方面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 好 我们这边看到说这个民宿记 在前十章就讲到说这个百姓 他们预备好要起行 但是他们一起行就发怨言 从旷野走上这个应许之地 我们知道是不容易的 那因为这个事情的进展 就因为不如他们的意 所以他们就心生怨言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民宿记的十一章 第四到第九节 这边他们发这个怨言 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抱怨 它是出于一群 不是以色列民 以及这个没有信心的闲渣人 他们贪吃 他们贪心 想要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 贪得一些好处 所以他们挑起他们当中的这种贪欲 所以他们一重来抱怨 那刚刚就讲到说 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在回想当年 自己觉得美好的那个事情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抱怨当中 其实他们所讲的那些东西 他们是忘记了这个 他们当初在那个地方围奴的日子 也忘记了这个上帝 救他们出来的那些恩典 他们什么都忘了 只为了要达到他们自己想要这个东西 所以他们去讲那些都不是很 不是事实 不是真相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 我们要胜过这个怨言 我们常常因为不如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要说一些话 好像要来支撑自己所说的这种 话的那种正确性 所以我们就常常会有很多这种不满 那我们知道从这个旷野到 通往应许之路的这个 应许之地的这条路 不是很好走 那我们其实 我们可以以我们自己方法来看的话 是不容易走的 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以上帝的方式来走的话 我相信不是那么的困难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选择当中 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 那我们的选择就会左右到我们 怎么样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 其实拿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来讲 也是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出来这个时候 可能我们遇到一些 我们很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让人家看到 我们那种苦楚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以前怎么样 可是很多时候 其实是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透过他这样的一个 这件事情去提醒我们 当我们在要出一些怨言 抱怨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去思想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上帝他所给我们的恩典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要做这个选择 如果我们是选择 谦卑顺服上帝 跟随上帝的时候 其实我们今天可能在 现实的那种环境当中 可能在人看来 是不是那么的如意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愿意跟随主的时候 上帝他也会透过 我们眼前看这些不好的东西 成就他要成就好的这个事情 所以在这个诗篇的十六篇第八节 他就说 他在我的右边 我便不自动摇 所以当我们很生气的 去领悟到这个上帝 他的慈怜 他的人爱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再发怨言 我们反而是要称松 要赞美上帝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作为 的确 刚才你特别提醒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看着眼前 我们要相信眼前的一切 纵使我们不能明白 或我们不能够接受 但是神一定有他奇妙的旨意在其中 我是觉得这我们很需要学习的一门功课 当我们晓得这种抱怨 这个会传染的 负能量是很容易累积在一起的 当一个人开始抱怨的时候 抱怨这个不好吃 我告诉你 很多人都加进来了 对不起啊 不好啊 这个不好啊 这个我们说这种负能量 是很容易传染的 我们希望正能量能多散发一点出去 从十一章我们看见 百姓们抱怨为了不能吃肉 接着第十二章 没有想到是摩西自己的姐姐 跟他的哥哥也抱怨了 哎呀这个是有的时候你知道 最辛苦就是面对家里的一些的纷争 这个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请这个妙容大名一起学习这一段 好 这边这个讲到抱怨会传染的 然后在民数记十二章的一到三节 可以说是这个摩西比较亲近的 因为他是他的哥哥跟他的那个姐姐嘛 亲近的人 然后呢就开始抱怨 抱怨什么呢 在民数记第十二章一节这样说 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 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 说难道耶和华丹与摩西说话 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第三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所以这个其实我以前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其实就有点困惑 为什么会讲到说因为摩西娶了这个古时女子为妻 这个亚伦跟米利安就毁谤他 然后就讲了又好像是不相关的事情 他不是说他的老婆不好啊 或者什么不是 他是说难道这个上帝不是也跟我们说话吗 其实呢 大家如果有看这个怀世姆的先祖与先知的话 就可以看见 这个怀世姆呢 对这边呢 他有一些 一些 证言跟解释 说为什么这边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怀世姆的先祖与先知的第25章 他是专门这个标题就是米利安 然后呢 这边是来讲到说呢 我们回头呢可以看一下在第十一章的时候 民宿记第十一章 然后 的第十六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七十个人 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 到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 第十七节 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 也要把降与你身上的灵分次他们 所以呢 这边就是讲到说呢 在第十二章一到三节之前的第十一章 有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说上帝呢 去拣选 叫这个摩西拣选在以色列里面的中心上帝的人 然后让这些人呢 可以出来做长老 七十个长老 然后这七十个长老呢 不只是就是分担这个摩西的工作 就是世俗的工作而已 另外呢 上帝也要把灵呢 圣灵呢 分次给这些长老 分次在这些长老身上 然后结果在第十二章 我们就看见这个摩西 遇到这个亚伦跟米利安的这个反 这个可以说攻击 但是他们其实呢 不是唯一呢 就是对这件事情感到嫉妒的人 其实你如果看一下第十一章的第二十八节 这边讲到说呢 摩西的帮手 嫩的儿子 约书亚 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就是因为在第 就是在二十八节以前呢 就是说这七十个长老 其中呢 有两个人 然后他们得到 就是 这些长老们 他们得到这个圣灵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说预言 然后呢 这个第二十八节呢 这个 约书亚呢 他就要求摩西呢 禁止他们说预言 然后第二十九节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 嫉妒人吗 我愿意而华的百姓 都受感说话 愿意而华 把他的灵 降在他们身上 所以说这个摩西 他就很清楚地指出 约书亚的问题 因为约书亚就是 请这个摩西禁止他们 然后摩西就说 难道你是因为 他们得到圣灵 所以你就因为我的缘故 然后嫉妒这些人吗 然后摩西就说 他希望呢 所有人呢 都可以得到上帝的圣灵 所以说就是在 简单来说呢 就是说呢 在这个摩西呢 他作为一个领导人 然后呢 他的 就是跟他亲近的人也好 然后或者说是 就是想要逼迫 逼迫他的人也好 然后都会因为 他受到特别的拣选呢 而感到嫉妒 或者这样的事情 不管是为摩西的缘故 嫉妒 其他七十个长来也好 或是嫉妒这个摩西 特别受到上帝的指示也好 都是一种嫉妒 然后呢 我们就看见 米利安跟亚伦呢 就出现这样的抱怨 那在刚刚讲到 这个先祖与先知的 第25章米利安呢 这篇里面 华尔森是这样子讲的 他说呢 在这个 为什么会特别讲到 这边有古时妻子 就摩西的古时妻子 其实呢 就是叶特鲁的女儿 她是米甸人 然后叫做 叫做这个 西波拉 然后呢 他们是这个 敬拜上帝 同样也是跟上帝献祭的一群人 是米甸人 然后呢 我们如果看 出埃及记呢 的第18章 的第13节 这边讲到说呢 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 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 然后呢 所以这个摩西等于就是说 他从早到晚呢 百姓呢 都来到这个摩西这个地方 然后使得摩西呢 整天就坐在那边 听他们的事情 然后呢 然后呢 帮他们审判 进行审判 决定这样 然后呢 所以等于就是所有大小事呢 摩西都必须要 去帮他们解决 所以耶特罗就看他这样 非常的疲累 然后呢 就向这个摩西建议说呢 你应该呢 去 就选出你们这个 里面中心的 然后呢 就是 好人 然后呢 一些有能力的人 然后让他们做千夫掌 百夫掌 十夫掌 然后让真正最大 最重要的事情 才来到你这个地方 那其他的小事呢 就让其他的人 去解决就好了 怀世姆在他的这个作品里面 有讲到说 其实 为什么这个 叶特罗会特别的向 摩西建议呢 原因是因为这个 摩西的妻子 就是西波拉 这边讲的这个 古斯妻子 其他米甸人 西波拉呢 他看到他的先生 就是摩西 一天到晚都没有办法休息 所以感到忧虑 然后呢 就向叶特罗 讲这件事情 所以叶特罗才向摩西 去献这个计策 就是说 你可以用千夫掌 百夫掌 十夫掌的 方式呢 去管理你的百姓 那摩西就接受了 但是摩西接受这件事情 他没有经过 没有去向亚伦跟米利安 讨论 然后米利安跟亚伦 就觉得说 他们同样呢 也是领导 以色列百姓的人 那为什么 这个摩西就 现在说 结了婚就只听妻子的话 不是我们常常会听到 有人这样子说吗 就是说 你结了婚之后 就只听你老婆的话了 然后你原来 竟然都不管了 类似像这样的话 所以说 其实这个摩西跟 摩西的这个 姐姐跟哥哥呢 他们的嫉妒呢 是很早就有的 然后后来呢 到这个民宿记呢 第十一章 这个上帝拣选了 七十个长老的时候呢 就爆发出来 就是因为呢 上帝呢 命令摩西呢 去拣选这七十个长老呢 同样可以接受圣灵 并且说预言这件事情 可以做 等于就是做先知 说预言嘛 然后可以得到上帝的圣灵 这件事情 摩西是直接从上帝那边 得到指示 然后摩西 当然也没有跟亚伦 跟米利安讲 这件事情 然后呢 他们就感到嫉妒 认为说上帝呢 认为说这个摩西呢 不但是因为妻子的缘故 然后呢 就把他的忠诚呢 放在这个妻子的身上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又把这个忠诚 就只有放在上帝的身上 然后就不管他们的意见了 所以他们就因为嫉妒的心 所以就讲说 我们呢 同样呢 也是先知啊 我们通常是先知 我们通常可以说预言 然后上帝呢 就听见了 上帝就听见了 所以上帝知道说呢 他们的这个嫉妒呢 是他们的这种 这种说法呢 其实是 出自于他们嫉妒的 然后不安全感 没有安全感的心理 所以说这个等于是在这个 以色列的领导阶层里面 出现了内讧啦 可以这么说 然后呢 是用一种非常令人不快的 而且不安的方式呢 去展现出来 然后但是呢 这个上帝呢 因为他听见了 上帝听见了 然后呢 就跟他们说 我跟这个 这个就在第四节 我们可以看见 民数记第十二章第四节 耶和华忽然对摩西 亚伦米列安说 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 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 站在会幕门口 照亚伦和米列安 二人就出来 然后呢 他就讲到说呢 我第七节说 我的仆人摩西 不是这样 因为上帝就说呢 有些先知 我会给他看 我会用异梦的方式 跟他说话 但是摩西呢 不是这样 我是跟他是直接呢 跟他说话的 然后呢 上帝说呢 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 为何不惧怕呢 这是第八节 第九节 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 而去 然后后来米列安就是得了这个麻风的这个疾病 就死在这个地方 然后那个上帝就是说 就是跟摩西表示 这就是他责罚他的女儿 的这种嫉妒的心 所以说其实这个亚伦跟米列安呢 他们是因为心中的骄傲 在今天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呢 一些人呢 他们得到了 他们一开始受到上帝的呼召 然后呢 因为他们也有一定的能力 然后呢 就是做得非常的好 然后之后呢 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地位 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他们认为说 自己的努力呢 得到很多丰厚的报偿 那是应该是如此 所以他们也期待呢 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报偿 久而久之呢 他们就会忽略了 上帝其实不只是呼召他们 上帝也呼召很多其他的人 然后呢 他们就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们会任凭自己的骄傲啊 跟嫉妒啊 去占据他们的心 然后呢 反而阻碍上帝的圣功 然后所以上帝呢 就对米列安跟亚伦发怒 这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很谢谢你这样分析这个 跟我们重复一次这个背景 那我们晓得这个嫉妒是很可怕的 好 嫉妒很可怕的 我们从以前学习到的就是 代应亚伯也就是嫉妒 好 从天上开始 那遮掩约归的嫉妒伯 也就是嫉妒 所以这是一个 很麻烦的东西 好 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 有扩达的心 不要人比人 不然会气死人 好 现在真正 我们要学习这一个 要学习耶稣基督的精神 他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样式 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是不是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却死在死的架上 我是觉得这是我们 一个很美好的榜样 当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 刚才这个 妙伦也大略的为我们了解到 后来耶和华上帝的一些反应 是不是 那我想请潘灯再帮我们 更深入的去分享一下 耶和华上帝针对米列安亚伦的行为 然后做出了一些 他该有的判决 对于今天的我们 有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功课 好 关于上帝对于这一次 这个亚伦跟米列安的这个事件 上帝的这个反应 或者说这个审判 大概的是在这个 《明书记》十二章四到十三节里面讲到了 一共大概有两个 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的一个讲解 第一方面是四到八节 刚刚前面妙容姊妹也有讲到了 是上帝在这个 针对这个第二节的一个回答 第二节说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 不业于我们说话吗 上帝的答案是说 没错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位神 因为呢 摩西适合当领袖 在学科当中也讲到说 为什么摩西适合被高举 原因是因为摩西他很适合做领袖 原因更加的更加深刻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摩西知道 他是多么的需要依赖上帝 所以在这个《明书记》十二章第三节 讲得很清楚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这是他成为领袖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他是一个很谦和的领袖 然后另外一个层面呢 一个审判就在于 这个第九节 一直到第十三节 这个是上帝对于这个 米利安跟亚伦的一个审判 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十节的时候 第十节讲圣经说 云彩从云木上挪开了 不料 米利安长了大麻疯 有血那样白 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疯 后面第十一节就讲到说 他向摩西求情了 所以你会发现 米利安跟亚伦事件当中 只有米利安长了大麻疯 这是很多人疑惑的一点 明明前面是这个 米利安跟亚伦一起 发怨言嘛 嫉妒这个摩西 为什么只有米利安发了 这个长大麻疯呢 有一个原因 可能大概有两个原因在里面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其实看这个第二节的时候 刚刚前面妙容姊妹 也有讲到这一点 用怀世伦的这个著作 来证明这一点 其实从原文当中 也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在这个明书记的十二章的 第一节跟第二节呢 虽然在这个圣经里面 第一节跟第二节是相邻着的 但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事件 虽然这两个事件都是嫉妒的事件了 但是这两个事件 其实它是有时间先后顺序的 而且中间是有一个 时间间隔在里面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第一节里面 讲到这个米利安跟亚伦 因为古时女子的缘故 就毁谤摩西 然后第二节讲到说说 就第二节是一段话嘛 这段话的这个动词 在这个第一节的这个 按照这个和合本的话 是在第一节的最后一个字 说 这个说的主语 其实是一个单数 而不是一个负数 也不是一个双数 是一个阴性名词的单数 也就是说 第二这个第二节的这句话呢 是米利安说的 而不在 亚伦不在里面 也就是说当你从 再次看一下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 米利安其实是这个事件的一个 一个主导者 亚伦可能只是一个帮凶而已 而且这个帮凶 可能也不是帮得特别厉害了 米利安可能是 比较比较厉害一点的 这样的一个 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 所以为什么上帝会特别的惩罚 米利安的原因就在此 那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 可能是因为了 这是一个财测 就是说亚伦身为一个祭司 而且是大祭司 他需要为这个百姓 做这个献祭的一个工作 他需要进圣所 如果他有大麻风的话 他是不能够 做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工作的 所以这可能是第二个原因 上帝没有用大麻风的方式 惩罚亚伦 但是呢 我可以看到 在这个米利安跟亚伦 这个事件当中呢 摩西也是充当了一个 一个身份的 就是在这个第13节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摩西 为着亚伦跟米利安的缘故 他去向上帝祈求 你可以看到 声音当中有很多次 摩西为了这个 为了这些百姓啊 甚至为了这些领袖 向上帝代求 所以能够 所以我想想啊 如果米利安跟亚伦 他们经历过这个事件之后 他们发现 他们之前一直毁谤的摩西 在这一刻反而愿意 为他们的缘故 向上帝祈求 我相信 这一刻的 这一刻的米利安跟亚伦 反而更加能够理解到 为什么上帝要差遣摩西 而不是特别的悬用他们 所以我相信 为什么上帝 透过这样一种奇妙的方式 来惩罚他们 可能背后也有 这样一层原因在里面 的确 在这过程当中的故事 很戏剧性的故事当中 我个人觉得亚伦 看到米利安长大 他自己可能也慌了 也吓了一跳 他可能想 会不会马上跑到我身上 所以他就开始呼求了 当然 他说 不要让米利安那么惨 那么糟糕 得到这个东西 但是摩西地可以为他们代求 我是觉得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些领袖 我们提出我们的质疑跟抱怨 很容易的 但是有多少时候 我们会看见一些 我们自己以为 我们所没办法接受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用于祷告 来支持我们的领袖 这方面 立伦文什么可以分享的 好 在先祖与先知 有一段 他是这样写到的 那把领导和教训他子民的重责放在世人身上的主 必要叫他百姓在对待他仆人的态度上负责 我们应当敬重那些上帝所重看的人 像刚刚主持人讲到 可能我们在教会当中 我们还是会遇到那个 我们可能不同意这个 我们的领袖的这种做法的情况 可能那些事情 对我们来说 照理来讲 是不应当要这样 不可以这样做的事情 我相信当教会遇到这样子的人 在我们身边遇到这样子的领袖的时候 我们会 教友一定会 会很泄气 或者是 甚至会让人这个信心软弱 这就是为什么 我就想到另外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不应当去依赖一个人 来就是支持这个教会 因为每个人不管你是谁 我们都会有软弱的地方 那上帝的儿子 他在旷野的时候 他也受到撒蛋这个试探 只是他跟我们不一样 他没有犯罪 那在我就想要说 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在我们教会当中 出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 会让人心心软弱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属灵生命 我们有没有把它 把我们生命的这个焦点 放在上帝身上 而不是放在 把我们的眼目 放在人的这个身上 那我想我们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能可以做的 就是当我们遇到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多少一定会有所 就是抱怨 那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信靠上帝 我们要把我们这些事情 交托给上帝 然后很重要就是 我们应当要尽 自己的本分去尽行 尽力的去爱上帝 然后为他去服事 那我相信在这个 我们教会的这个 这个属灵 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属灵成长当中 上帝会照顾我们 那其实除此之外呢 我想可能也有一些人 他是领袖的 当然我们这领袖 他也有这样子的这个责任 他应当要就是 负完全的这个 上帝给你的这个重责 去升任这样子的责任 然后成为一个 像摩西一样 这种忠心谦卑的这个领袖 而不是因为你有了 这样子的位置 然后所以你就想要 照着自己的意思 去完成上帝的工作 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那我就把这些工作 反正有教友在 我就把这些工作 给教友做就好了 我就站在这里成为一个 就是指导 指挥你的一个人 那是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态度 是不正确的 所以其实很重要 就是我想说 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教友 我们每一个教会 最重要的就是 要为我们教会的这个领袖 祷告 然后求上帝帮助我们 然后教导我们 应该要行的这个道路 然后使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我们每一个教会 都可以成为 上帝很美好的见证 的确 教会在保罗提醒我们 教会就是上帝的家 他才是真正的家长 那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 我们想要取代的这个家长 所以我们可能就容易 就抱怨出来了 我们觉得教会的事情 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操作的 我们自己可以去参与的 等等等等的 那如果我们知道 真正的家长是上帝的时候 那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付出 或是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是觉得就要像一家人一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用爱心提出的提醒 然后甚至一起祷告等等的 使上帝教在我们的工作 手中的工作 更加完美的向前推进 在民书记的十一章十二章 我们看见了抱怨 很遗憾 十三章十四章 继续的以色列人 不知道怎么 这一段都记录 他们很多负面的一切的事情发生 第十三章的时候就讲了探子 才派了十二个探子 然后十二个探子去了 去窥探那个迦南地 之后回来之后 所报的一些的信息等等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值得 我们重新再复习的一段的历史跟故事 可不可以请周宇带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的 在民书记这里面 第十三章27到33节 记载了这个派出的探子 回来对这个以色列人 以及对摩西做了一个报告 说当地是如何的一个景况 但是他们在这个第21节到第26节 他就看到了这些探子 看到当地是很美的 也看到了当地的人口 也看到当地的出产 也说甚至还拿回来了一串葡萄 作为一个例证 让他们看到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地方 真的是很美的 结果实际也是都是很丰硕的 但是当他们讲到当地的人的时候 其中有十个探子呢 他们就感觉就说 这里面的人都很庞大的 然后我们没办法进去 在这个第三十三节 他说 他说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 就是伟人 他们是伟人的后裔 据我们看自己就像看乍蒙一样 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他们这些探子虽然看到了那个地是很美的 但是呢 他也同时讲到了当地的人 有很多人是巨人 是伟人 所以说当他们这样一讲出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的心就已经消化了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去 虽然他已经看到了下边这片地 就已经是上帝给他们预备的 是很美的 也看到了结的果实 但是当这样的困难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心里已经消化了 虽然有这个迦勒和约束亚的 对他们的一个鼓励 就是说我们只要有信心 那么上帝会与我们同在 他答应给我们的 我们一定会拿到 但是这些人的内心当中 已经没办法得到这个平安 也就是内心当中是很慌乱的 所以说他们就没有这个信心 去得到这片土地 最后上帝很遗憾的是 上帝又让他们在旷野又坐了四十年 推迟了四十年才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 所以说在这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 当他们回来的报告 负面的影响 影响了很多的以色列人 使他们一直没有信心 进入到这个 提前进入到这个迦南地 当他们看见这一切的报告 听见这些报告 看见了水果之后 他们的情绪产生的是 是负面的 负面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也让我们很难想象 接下来他们发生什么事 满足可以分享 第十四章 第一到第十节当中 他在一个大标题里讲说 民众大发怨言 当他们听完探子的报告之后 我们看到在这个十二个探子里面 他们有十个就向以色列的会众 报这个恶性 全会众就喧哗 并且对摩西跟亚伦来发怨言 他们的心中 我们看到充满了这种敌对的状态 说话很狠度 他竟然说圣怨死在埃及和旷野 上帝就说 他们藐视上帝 也是不相信上帝 这边特别讲到说 藐视上帝 其实就是弃绝上帝 当上帝看到这些 他爱的这些百姓 他们弃绝他 抱怨他的时候 我想上帝应该是 非常的心痛 以色列人 向上帝发出很绝的一个怨言 我们也看到说 在这个十二个探子里面 有两个探子就是约书雅跟迦勒 他们看到整个情况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们就是想要立即安抚百姓 想要转变百姓的一个想法 所以在第十四章的第八节 就讲到说 耶和华若喜悦我们 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 把地赐给我们 他们是在宣告说 上帝必定会领他们进入 他所应许的流奶与蜜的地方 所以第九节就讲到说 但是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 也不可以怕那一地的居民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 并且硬蔽他们的 已经离开他们 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不要怕他们 那我们就看到说 他们非常极力的 想要去扭转他们的 这个想法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这个百姓的心 其实是讲背叛上帝的 他们不想要离开 自己这种安全的一个区域 所以这个约书雅跟迦勒 就把人生命当中 最大的两个敌人点出 要他们好好的去面对 如果不怕可以做出一个宣告 仇敌是我们的食物 是使我们茁壮的养分 仇敌的存在目的 就是给我们吃的 上帝我们同在 不用怕他们 那我们看到这个 约书雅跟迦勒这三个宣告 其实是非常的简单 但是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看到 上帝会带领他们进入 流奶与蜜之地 不要怕 要顺服跟从上帝 那他们就可以达到 那在这个 《先祖与宣知》 这当中有一段话讲到说 那些不忠实的探子 高声了赤者迦勒和约书雅 于是全会众喊叫起来 要用石头打死他们 那疯狂的暴徒 拿了石头要杀 那两个忠心的人 他们大声呐喊冲向前去 忽然石头从他们手中落了下来 众人极尽无声 站立不移 因为上帝他亲自干涉 阻止了他们杀人的计划 他的荣光就像火焰一般造册会幕 全会众看到耶和华的信号 有一位比他们更大的主 已经显示了自己 再没有人敢继续反抗 那些暴恶性的探子 被惊慌所设服 未缩的屏住气息 回到自己的帐篷去了 忽然耶和华的荣光 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那在这边 我们也可以 他就讲到说 其实他们对摩西 发出这个怨言 其他的对象并不是对他们 他最主要是 是针对上帝的 所以上帝他也是很明白的 跟这个 当摩西在讲一些话的时候 上帝也是很清楚地跟他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当中 因为这个怨言 这个负面的信息 导致他们失去这种理智 但是我们也看到 上帝在这个当中 他也必定保守 就是对他忠心的人 那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话 去做的时候 也会必定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 要成就的这种美事 的确 所以我们看见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们是觉得 上帝他看得很清楚 是很心痛的 所以他看了摩西这种的忠心等等 所以耶和华上帝就看了 这群百姓 就是对摩西说话 因为刚刚之前讲过 上帝跟摩西是面对面说话的 因此在第14章第11节 第12节 上帝就对摩西讲了一些的话 可以请妙容带我们一起学习 在明述记14章11 12节 是这样说的 11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这百姓描述我要到几时呢 我在他们中间 闲了这一切神迹 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 12节 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 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 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比他们强盛 就显示出 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拒绝这个这块地 因为他们害怕 那上帝就跟摩西讲说 好 那既然这样 那我干脆放弃他们好了 让摩西的你的后裔呢 可以取代他们 成为一个大国 然后变得比他们还要强盛 那样子 那这个我们就看一下 在后面摩西有什么样的回应 的确好 如果我是摩西的话 我的回应马上就好 是不是 为什么前面你看 像我要肉吃 现在用石头 要打死我的好兄弟等等 我觉得算了吧 是不是 我觉得好好 我的家可以被兴望就好了 但是摩西不是这样 他是如何回应的 请攀登继续在我们学习 谢谢 好 其实我个人感觉 这一刻的摩西的表现 有点反人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刻 感觉摩西的表现 都不像是一个正常的人了 境界太高了 就像是感觉 就像是耶稣基督一样 事实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刻摩西怎么表现呢 首先在第十四节里面 在明书记十四章十四节里面 他先讲那个上帝的好 讲到上帝一路上 对于这个以色列民 怎样的一个带领 然后第十五节的时候 他开始来到他的这个 真正的一个目的了 你都这么好了 然后你还杀你的百姓 然后你的名声 传出去不好听 有一点类似于 晚节不保的感觉 所以就有点 类似于激将法的感觉 所以这一刻我们可以看到 摩西他不仅是在 就是回应上帝 而且他还是在 用他的这个智慧 去回应上帝 所以这一刻的摩西 我真的感觉 他的境界很高 愿意为这样的一群百姓 去做这样大的一个努力 这样的一个服务 事实上 很多的神学家 在看到这一刻的摩西的时候 他们感觉 这是一个真正属于 上帝的一个人 他的境界太高了 而且这一刻的摩西 他的身上仿佛有 基督耶稣的一个影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 就像这一刻的摩西一样 也在为着那些 伤害他的人 在为上帝代求 就像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 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 但是耶稣依然愿意 为我们这一群 伤害他的人呢 去为上帝 去做一个代求 就像是一个中宝一样 但是呢 虽然说这一切的代求 就是能够体现出 这样的一个恩典存在 体现出上帝 对我们的一个恩典存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之后 尤其是二十三节里面 讲到了这一群人啊 他们没有办法看到 上帝所给他们 应许的这样一个 应许之地了 所以这样的一个惩罚 其实是蛮大的 也是一个蛮痛苦的惩罚 因为一路上 很多天了已经 以色列百姓 为了进这个应许之地 他们受了很多的苦 当然虽然说很多的苦 都是因为他们的悖逆产生的 但他们的确为这件事情 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最终呢 他们没有办法进入加安地 而且呢 你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惩罚 这样的一个过犯的一个后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说上帝的恩典很宝贵 但是不能够说 因为恩典的宝贵 恩典就廉价了 不能够说恩典太大 去导致恩典的廉价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惩罚是很严重的 这也同时能够体现出 罪的一个后果 这同样也是我们 今天人的一个警醒 我们需要意识到 虽然说上帝的恩典 很丰盛很宝贵 但是上帝的恩典 也是有代价存在的 所以最终呢 让上帝继续带领 这一群以色列百姓 38年的时间 让他们能够在 旷野当中漂流38年 最终一代新人换旧人 这一代新人最终 因为有歌就这样唱的 一代新人在基督里 最终成功地进入迦南地 所以这也是上帝的恩典 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榜样 也是在我们身上 最终能够达到的一个场景 确我是觉得 摩西的这个代价是 跟他当年 他看见他的弟兄被欺负 他就把爱情杀死 这完全不一样的表现 完全不一样的表现 然后这些人要杀他了 是不是 但是他为他们代求 然后向神呼求 我是觉得 我们要进入天国的人 在耶稣基督要回来之前 我想请问一下周语 这个基督要回来之前 的确我们会碰到 很多的挑战 那从今天的学习当中 你有没有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好的 在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们进天国也是一样 他们是进入了地上的迦南 我们是要准备进入了天上的迦南 当他们去看 进入到地上迦南的时候 遇到很多的困难 拦阻 也许是迦南地的一些 伟人的问题 或者说他们在这个路程当中 遇到很多的问题 矛盾 发怨言 这样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进入了 蜀天的迦南地的时候 也会碰到很多类似的问题 但这个时候 我们比他们有一个好处 就是有了他们的见解 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照物 所以说当他们内心当中 没有平安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样一些不好的事情 今天我们需要祷告 让上帝在我们内心当中 给我们一个平安 让我们在耶稣里面 得到这个安息 并且等候上帝的预备 并且让我们可以真正的 等候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天国 的确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特别提醒了是不是 他们古代的以色列人 他们背逆上帝 不能进入那 上帝要给他们的安息 但是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愿意顺服 我们可以得到上帝 要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息 今天这一刻 我们可以学习 到了就是如果说我们 是悖逆的 是不听话的 实际上我们内心当中 得不到平安 也得不到安息 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今天 在我们内心当中 与神的关系如何 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祂的话呢 我们请潘登 为我们今天的学习 做个小小的一个总结 谢谢 今天这一刻 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身上 能够看到很多警戒的地方 他们因为不信 最终的原因是因为不信上帝 不信上帝的应许 然后他们对上帝 产生这么多的质疑 甚至也对上帝的仆人 产生这么多的一个质疑 他们这些质疑 可以说有些时候 甚至是很可怕的 有些质疑甚至能够使得 到这个明书记十四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样的一种质疑 使得他们没办法 进入他们 昏迁梦吟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的恩典 虽然说是很丰富 很宝贵 但是他的审判 就是他对于罪恶的一个审判 使我们能够看到 这一切的我们的罪 他的一个代价 他的后果是很大的 所以这也能够使我们看到 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到 怀师母在历代冤枉里面一句话 他说 真正的信心 是能够握住上帝的应许 并且结出顺从的一个果子 这也是我们今天 能够从以色列人的身上 所能够学到的一个警戒的地方 我们需要 不能够像曾经的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需要能够对上帝 产生真正的信心 并且能够绝对的顺服我们的上帝 我想这是一个 说起来很容易 可是真正要去身体力行 却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功课 我们相信上帝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选择信的顺服他 对我们有利的 我们就愿意去做 对我们跟我们的经验 只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我们就提出了抱怨 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 甚至我们可能会在群众当中 可能也会散播出一些 就像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的 产生的抱怨 等等的不甘怨 怨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带领我们走这条路的是 当时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同一位神 他已经应许我们 他会把我们带到那属天的迦南 也许我们今天 我们在市场 我们会碰到一些的不平 碰到一些的困难 可能是我们身体上的病痛 可能是我们家庭当中的挑战 亦或是我们在职场当中碰见的困难 但我们要相信耶和华上帝 他已经向我们承诺了应许 因为他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也为我们代求 所以我们碰见任何的困难 我们只管 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会用最好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因着信能够顺从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在他里面真正的平安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的祷告 谢谢父母今天赐给我们这一段的学习 纵使我们再一次回顾到以色列人 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的欲望 因为他们的妒忌 以至于他们的不幸 所以耶和华上帝 你再在的是帮助他们 宽恕他们 甚至你也惩罚了他们 但是我们知道 你行出了这一切 是因为你要救他们 同样的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 也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眼光 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父上帝 那是因为你希望能够救我们 你希望使我们能够脱离 这个世界上一切来的败坏 以至于你可以将那真正更美好的 永恒的生命 平安赐给我们 帮助我们 不单单是自己得到 我们也可以与我们所爱的人 与我们周遭的人 勇敢地分享 天国的福音 谢谢主 我很高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